远距上班的情况正在逐渐的改变中 重返办公室上班的趋势正在上升 根据Bay Area Council的调查 湾区约有三分之二公司估计 员工一周至少有三天到公司上班 国灵家的报道 旧金山观察家报Examiner报道指出 根据Bay Area Council的经济研究所 在11月份对超过100间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64%的受访者估计 他们的员工每周至少来办公室三天 这个数字比2022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 比2023年9月的统计高出两个百分点 其中有26%的公司员工每周到办公室三天 有12%的公司员工每周到办公室四天 至于仍维持远距上班的公司 在去年11月的调查有23% 今年的调查则下降至10% 职场上员工偏向哪一种工作形态呢 我们随机访问一些民众 我是喜欢去办公室的 因为我的办公室有很多免费的食物 还有gym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但是如果可以去不同的office 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像我的公司 Meta 它要求一定要在 你register的那个办公室 那我可能会想说 如果我去New York 我去Seattle玩 也可以去那边工作 那会还不错 所以我会希望可以更flexible一点 觉得可能在家里 在公司上都有各有好处 公司应该与起大家都花些时间 在家里 还在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话 和大家已经有一些 更好的沟通 一些bonding 在家里的话 可以照顾一下家里的小孩 老人 而且的话 也会比较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所以有两方面都很好 小商家们也有话要说 重返办公室工作的趋势 对于旧金山是好消息 观察家报的报道指出 旧金山市中心的经济复苏 落后于其他地区 Castro Systems记录显示 感恩节后的周三 旧金山大都会区的现场办公人数 仅为四成 是该公司每周发布同类型 十个城市中最低的 另外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空置率 11月达到创记录的35% 这都使得周边企业受到冲击 根据市府数据 今年第二季 旧金山金融区销售税收入 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25% 仅有近690万美元 比起旧金山大部分社区还差一大截 另外根据本地ABC7电视台报道 旧金山市中心有商家认为 当地对于重返办公室支持不足 以旧金山市府来说 尽管大多数雇员都恢复到办公室上班 但并非所有人而且也不是五天都到办公室上班 有商家对ABC7表示 只有全部的人都恢复到办公室上班五天 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 市长布里德表示 市府34,000名员工当中 大多数都已重返工作纲位 不是全部 但市府大楼以及其他市府建筑的办公室几乎已满 许多人远距上班的人 很多都是技术支援 市府并提供数据表示 大约四分之三的市府员工 有全职回到办公室工作 26台记者古灵价报道 26台记者古灵价报道